曾经为大家介绍过 有研究指出用蜜糖开水 让小孩喝可以止咳 等他睡觉的时候没有咳得那么辛苦 没有咳得那么多 而且能够睡眠质素改善 除了这个之外 蜜糖我们有时候叫它蜂� 香港广东人就叫蜜糖 是什么来的呢?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原来这是一个蜜蜂 就是昆虫 是在花上采用的花蜜 在蜂巢上扬製成的一种蜜 颜色是半透明 有光泽 而且是稠稠的 有时白色有时淡黄色 有时橙橙的 或者去到深啡色都有的 这个蜂蜜 其实就是两种糖 葡萄糖和果糖造成的 这两种都是单糖 即是容易被人体直接吸收 不需要再分解为单糖 所以比白糖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除了葡萄糖和果糖之外 还有各种 维他命 矿物质和氨基酸 1000克的蜂蜜 含有2940卡路里的热量 所以大家饮用的时候 不要觉得不太甜 加多一点 否则热量就会摄取过多 对于中医来说 他认为这个蜂蜜 是性甘微平 对腹痛、肝咳、便秘都有疗效 很多时候他们在药材上 加了蜂蜜 就像这些蜜丸 作为一个润醋通便的药 除了中医认为这样的效果之外 其他有很多功效 可以护肤美容 抗菌消炎 促进组织再生 促进消化 提高免疫力 还可以长寿改善睡眠 补肝抗疲劳 小移发育的助长 还可以保护心血管 润肺止咳等等 听上来的效果真的很多 所以很多朋友都当这个蜜糖 是每日必饮的一个饮品 但是虽然它有这么多益处 很多朋友都默示了 不用得正当 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有几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千万不要空肚饮蜜糖水 因为它能够认你体内的酸性增加 如果你长期空肚饮蜜糖 会令到你的胃酸过多 而令到可能会有胃肺痒 或者十二指肠的肺痒 所以建议最好在你吃完的 餐后过半小时或者两小时之后 才喝这个蜂蜜水 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的肠胃不好 最好不要用冻水来开 要用30度的温水来开 否则你会容易引致辐射和肠胃炎 很多朋友认为 开热水就好了 其实不行的 因为其实蜜蜂加热 是不会产生毒素 不过是建议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高温会令到部分的营养成分遭受破坏 不过很多人都把它用来烤蛋糕 放在烤炉里用 或者你烧烤的时候 最后都塗蜜糖 令到它的色香味更加吸引 它不会有毒素 不过它的营养成分 就会破坏了一部分 因为蜜糖含的水分 只占20% 所以那些细菌、黑霧菌 都不能在蜜糖里存活 所以我们只要避免 放在高温的环境 或者阳光直接照射之下 是不需要擠入雪柜保存 但是如果你居住环境 天气位置太热的话 那也是提示擠入雪柜是好些的 很多朋友我们开蜜糖水 就这样拿一条铁匙搅拌坏 其实不是那么适当用这些铁匙羹 因为蜜糖里面的酸性物质 和这些金属接触之后 会令到它变质 所以最好用胶羹 或者用木的铁匙 还有一点 很多时候小朋友 小时候都会喝蜜糖水 那是OK 但是如果他未满一碎 就是不提议他们 饮用这个蜜糖 因为蜜糖在这个制造过程的时候 和运输、储藏的期间 是很容易受到一种 叫肉毒干菌的污染 如果一岁以下的婴儿 因为本身的抵抗力药 而他吸入这些肉菌的时候 就会在长度中繁殖 就会产生毒素 而肝状的解毒功能是比较差 因为年纪太小了 所以就会容易引起 这个肉毒干菌性食物的中毒 如果他比6个月的婴儿 他吃了更容易有这些病 如果他真的吃了 他的中毒症是如何的呢 多数都会发生在 吃了蜜糖水 或者蜜蜂製造的食品之后 8-36小时出现的 症状多数都是便秘 很累或者不肯吃东西的 所以做为人父母者 就要注意了 很多时候 买蜜糖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正规的商店买 有些朋友说 我去旅游看到 那里有一个蜜糖的製造 那些地方 我就在那里买 以为是新鲜 其实千万不要去蜜蜂墙购买 因为有时候蜜蜂 它采集了一些有毒的植物的花粉 它所釀的花蜜 就会有毒素 人吃了是会中毒的 所以如果你去正规的商店买 它经过处理就没有这个危险性了 还有很多朋友他担心 他买的蜜糖是否纯正蜜糖 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 分真假蜜糖的方法 就用两个的胶瓶 放过水 喝完那些積掉的胶瓶 然后就是放大约2汤匙蜜糖 给半瓶的水 大力地搓它 如果你大力搓它之后 蜜糖溶了之后 你发觉上面有很多泡 水是混熟的 这个就是真蜜糖 还有很多蜜糖和很多食物都会双充的 那是什么食物双充呢 那你留意下一次我为你们介绍吧